有个问题是关于绘画 非常具体的绘画的问题 有一个中文涂鸦的画家 叫陈时三 就想评价一下这种 比如说是烹绘和国画 相结合的组画作品 怎么探讨这个涂鸦 和中文字结合的创造意义 我当时看到了 这个真相与谎言的作品 其实我是很惊讶的 因为以涂鸦去模仿 中国水墨的这样的一个意运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新 所以我非常喜欢陈时三 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但是我会反思 国家艺术是否跟我们 现代的城市生活 或者说街头生活 能发生直接的关系 因为真正的这个街头艺术 是真的是要跟街头 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发生一种特别直接的 成为一种视觉景观也好 跟我们的生活发生 产生一种特别强大的张力 或者冲突感也好 那这个我们现在能否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看到一面墙上 或者说在我们的城市楼宇中 看到这样的一个 多元的自我有表达的 这样艺术形式 所以其实我希望 陈时三这样的作品 不仅仅在白盒子中 不仅仅在节目中 而是真正走入我们的 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 这个其实我是更期待的一个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